名利全欲之欲 好像这个欲啊 除了前面几个之外 剩下的都做一个总结 全都叫欲 欲就不好吗 十色性也 是吧 人 只取所需不取所欲 尤其现在社会 这个欲念太过盛 想要的很多东西 实际上 并不是自己身体所需要的 一个人 真正沉下来 静下来 能够 感知到安心的时候 他没有太多的 欲望 当然这个欲望啊 现在人讲啊 没有欲望就没有动力 好像听起来有道理 也是一个相对层面 我菩萨也有大愿 那菩萨菩萨发十个大愿 你看看人家那些愿力 有多大 它是为众生的 它是替天行道的 要把人类社会 拉近平衡 更加和谐 每一个人都好 那他自己也就 以此来成就了 大家才会不断地给他上香 念力给他加持败 这个愿 用的好 就是好东西 说过了 全部都是工具 那现在社会呢 更多的都是 过分 过游不济 我们 欲 为一个股 一个欠 也就是 实能果腹 义能必体 那就不缺了 就不欲了 但是现在 穷是要及欲 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达到你这个欲 那么 将换来的 当然更多的 是麻烦 荣华富贵 每一个人都想需要啊 但是你有没有照顾内心 真正的 需要 精神方面的 超脱 你身边人的 安定 这个人才有福 才会真正的 过得觉得幸福感 对得起所有人 问起无愧嘛 所以我心里这个 不止安定啊 还有 油然而生的自信 自恶无憾 那怕什么呢 无欲作当 欲 在现在社会 表现的很多方面 人都是出不来的 什么黄啊 毒啊 是吧 毒这些东西 不是说不能 一点好的作用没有 它有的时候 刺激你这个 本来是给你止疼用的 现在人 不疼也要吸食 就体会那种 机械的 强刺激的 带来了一时的快乐 那 就不能死吧 跳不出来 不要说那些了 就吸烟 打游戏 现在手机 就算刷个视频 都跳不出来 人被机器所控 他是死的 你是活的 等你死了 他还活 你看麻不麻 所以不要太过于挑战 你真正到那个境界 给你个摇头的 这个完 佛 他能定住 你不行 不要挑战